從入行第一天 只是一個很喜歡表演的人 很享受站在舞台的感覺 很期待別人知道我是誰 到現在我覺得這一路以來 你們給我太多力量了 楊神琳近日陸續在IG上 PO出演唱會的幕後花絮 本在11月也曝光最後一則亞洲影片 她都說她要當明星 那時候我們是想說小孩子嘛 就聽聽就算就說好啊好啊 她就開始跟她姐姐就去參加什麼 什麼很多比賽我都不知道 然後超好笑的她說她唱沒兩句 就叮就下台了 在工作上面有受一些委屈 她回來卸妝的時候都會跟我講 然後會哭著講 那我當然只能安慰她 我就說如果那麼辛苦的話 那我們就不要做這樣子 那她就擦乾眼淚就說 可是我很喜歡這份工作 我還是想要再繼續 繼續做下去這樣子 陳琳思想 你跟她開任何玩笑她都不會生氣 然後就是生冷不濟 甚至上智外在工 然後到子工的這一種她都OK 可是工作上你千萬不能跟她開玩笑 而且連詩字字面上 就是你可能有稍微一個逗點錯誤的時候 她就會跟妳講沒有喔 上次我們已經講好了 怎麼樣 然後我會想 她是專業的 其實也是蠻心疼她的很多事情 其實她忍著自己心理上的一些難過 然後自己這樣子其實真的很難 我覺得她這20年來很不容易 然後希望她能夠繼續加油 然後很喜歡她 就是每個階段不一樣的她 除了有粉絲的加油打氣 還訪問了家人跟很多圈內好友 其中小鬼也現身影片中 她做的每一件事她的喜好 跟她的人生中的規劃 幾乎都跟表演有關係 然後她希望她自己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一直堆疊上去 我可以感受她怡然自得 做很多事情她很自在 然後也很放鬆 她覺得沒有大家 她就不會成為一個明星 像一顆星星一樣 她的發亮來自於大家給予的掌聲 小鬼才短短現身幾秒鐘 卻惹哭許多粉絲 感動留言有一種友情 就是小鬼何成林 她是一個明星 她也是會是一個恆星 不一直在那 巴拉採訪組整理報導